台湾黑客松的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台湾人权处境会的示意响 这是我第一次在黑客松提案 还请大家多多指教 大家还记得八次门的编户人吗 虽然剧中海上鱼工被高压管理 虐待的情节是戏剧 但真实的鱼工劳动现场更显心语 更打破三观 台湾远洋渔越全球第二大 每年可为台湾带来越350亿的产值 台湾大约有1100哨远洋渔船 几乎奴工的远洋渔工大约22000多名 主要来自印尼与菲律宾 他们无法使用劳机法 低薪长时间工作无法休息 更严重的是因为无法使用WiFi 而处于长期无力的状态 这位渔工因为半个月无法使用WiFi通讯 直到靠岸有了WiFi才知道 雇主都没有将薪水会回家 小孩差点辍学 这不是个案 更多渔工因为一年将近两年 在海上没有WiFi 老婆就跑了 NoWiFi NoWife 这已经明显构成 ILO11项强迫劳动指标中的鼓励 美国劳工部也连续两次 将台湾渔业列为 强迫劳动制品 跟新疆棉齐名 远洋渔船这种强迫劳动 风险如是高的劳动现场 没有人是安全的 特红星368号台积船长 因为长期虐待印尼移工 反遭抗暴的工人杀害 或者富士群号和大王号上的 印尼渔工被虐死 台湾远洋渔船浮身11号 是全世界第一艘违反C88公约的船 为了消除这样子的强迫劳动的处境 我认为让渔工使用WiFi是关键解方 我的构想提案是 目前台湾政府为了打击IUU 例如烂谱海洋资源 有立法要求所有台湾渔船在海上作业的时候 强制打开VMS船未汇报器 不开会开罚 渔业署的这个系统 全球地图可以随时监控台湾的渔船在哪个位置 渔业署也有这样子的互动平台 可以搜寻知道哪些渔船已经装设WiFi 所以才想要寻求各位的协助 利用这些可得的政府公开资讯 比如渔船在海上的位置 有没有装WiFi 有没有真的让渔航使用WiFi等等 希望可以建构一个这样子的资讯地图 透过这样子的资讯来辨识出 哪些渔船是强迫劳动风险低的渔船 哪些是风险高的渔船 让台湾的渔货的重要消费市场 美国欧盟知道这些资讯 目的是鼓励好的渔船被市场看见 然后施压不好的渔船赶快加入WiFi的行列 最终希望能加速实现我们的倡议目标 让台湾政府愿意修法强制规范 这个功德不单可以挽救台湾渔业的负面形象 更重要的是可以挽救渔工的性命 保护渔工跟他们的家庭 尊严的渔工劳动现场 环境才有永续的海洋 感谢观看 好